上世纪60年代 在山西大同梅玉口 发现了大量人类遗骨 这些遗骨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谜团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大同梅矿遗骨调查第一集 2016年的一天 在山西大同梅玉口的一座山上 出现了一支队伍 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南沟的地方 南沟是大同西南边的一座老矿山 被挖空的山体随时裸露 随时有滑坡坍塌的危险 这里因此而人类罕至 这支队伍由文物考古专家组成 他们要前往的一个山洞 位于南沟的一面山坡上 山洞内并没有价值连城的文物 而是遍地横沉的一句句人类遗骸 遗骸数量庞大分布密集 洞内几乎无处落脚 这是毕业 这个是毕业 位于大同西南边的这座 不起眼的矿山深处 究竟发生过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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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五十年代 在大同当地 关于南沟的山洞 一直有一些神秘的传说 据说 一个到南沟放羊的人 在偶然间 从碎石之中 看到了洞洞 发现了这两个洞穴 洞内遗骸 皮肉保存完整 面目猙獰恐怖 有的被截断双腿 有的折断了脊骨 有的被击穿头颅 这些令人感到 不寒而栗的遗骨 究竟从何而来 从这个我们观察的 这一次准备进入洞穴的队伍 是来自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 和万人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王军是大同煤矿万人坑纪念馆的馆长 今天他要和来自南京博物院的淘宝城研究员一起下到洞穴内 进行遗骸保存状况的调查和保护工作 南沟地处在上 即便时逢盛夏 也常常寒意习人 而遗骨所处的山洞内 更是常年潮湿阴冷 由于常年渗水 洞内的霉菌和微生物得以肆意滋生 在这样的洞穴内进行调查工作 王军一行人需要面临心理上的极大考验 洞内的腐败物质 还可能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预计的伤害 四瓶水 一瓶腰 在下洞前 工作人员按比例配备了化学实际心结尔面 心结尔面又称本扎秀胺 具有洁净 消毒和杀菌的作用 可以对洞穴内大量滋生的霉菌和腐败物 进行消毒处理 在消毒一个小时后 工作人员测量了温度 湿度 相对湿度34% 实外的现在是 温湿度也比较低一点 湿度也比较低 比较干燥 这个温湿度还是比较适宜 我们尸体的保存 他们还对遗骨的局部进行拍照存档 以防止阴挪洞而造成未知的混淆 对 就是你要记住它 洞口的碎石裸露 摇摇欲坠 洞穴上方的石灰岩随时都可能脱落 虽然洞内有四米的宽度 但洞口却十分狭窄 横断面呈三角形 进洞后 木之所及 尸骸横尘 碎骨堆砌 工作人员只有攀岩洞穴内的支架才得以前行 这里就是当年放洋人发现的洞穴入口 由于大量遗骸已经支离破碎 为了使其尽可能保留原来的样子 王军和南京博物院的专家 所采取的是现场修复的方式 以减轻对遗骸造成不必要的移动和破坏 他们准备从一具没有正常腐烂的男性遗骸入手 进行清理工作 遗骸表面枯稿如灰 煤迹斑斑 修复工作极为繁琐 此外 其他遗骸的不同部位 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风化情况 他们准备拍照 检测保存情况 随着专家进一步深入洞穴 可以看到 在一些遗骸上 网友不同部条标签和木质排号 这些排号究竟是什么人留存下来的 这个排号 这是1966年12月 1967年7月 中科院 他们来12个专家 对这个尸体进行 鉴定 发掘 以后留下来的 他们老是老是老是考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以王旭先生为首的一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首次进入洞穴进行调查工作 为了研究的便利 他们把洞口标注为AB两洞 对遗骨进行统一编号 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工作 这项特殊的任务 这项特殊的任务持续了多年 工作人员先后进行了六次调查和清理工作 2014年 在一本名为《日伟时期煤炭坑》的故事的著作中 读者看到了当年的工作人员 在洞穴内外进行调查清理工作的详细记录 从文章中可以得知 除了清理之外 一批人类学专业和人皮解剖学专业毕业的年轻工作人员 还对坑洞内的部分遗骨进行过科学鉴定 他们选取了部分遗骨进行体质测量 根据遗骨牙齿磨石的情况 头骨 长骨的生长特征及分化程度 测定了死者的死亡时间 根据他们抽样测定的 188名死者的分化程度判断 死亡时间均集中在1937年到1944年之间 他们进一步根据遗骨牙齿磨石情况 头骨 长骨的生长特征 鉴定出 遗骨生前平均寿命为32.85岁 而且绝大部分为男性 在万人坑陈列馆里 保留有当年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从AB两洞中摘取下的部分遗物 这些遗物诉说着万人坑遗骨生前所遭遇的一切 在编号为A1的遗体上 留有一张11月份工资金额单 上面印有预风坑大陆公司 和遗骸生前做工19天的工资所得 在A58遗体上 发现了更重要的遗物 它身上的化学夹内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影像已经消失殆尽 无法为它的样貌身份和死因提供线索 但是在它身上发现的两张隐患症 加盖了两个不同的印章 第一个印章为紫色椭圆形 隐患症的内容为 大同梅玉口坑德善记大把头麦电 而另一枚红色的方形印章已经模糊不清 隐患症上还有死去劳工的名字 编号为A49号遗骨上 则发现了一个淡黄色的鞋纹布绣章 写有天津积物段 说明这位工人生前来自天津 其他死者身上的证件也显示出 大同梅玉口的矿工来源相当广泛 南至江苏的青浦 徐州 北到猛西 北京和天津一带 而32.85岁的平均年龄数据 说明了死者正当壮年 就匆匆离开了人世 这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特殊原因 造成的非正常死亡 这些亡灵生前究竟遭受了怎样的灾难 又为何最终葬身于荒野山洞里呢 在大同当地曾经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这些遗骨都是死去的矿工 他们因为开矿招致矿神爷震怒受惩罚而死 从今天保存下来的现场状况来看 死者有的身体蜷缩 有的身体被压变 有的头颅被敲碎 有的甚至四肢全无 更离奇的是 有相当一部分遗骸 没有正常腐烂 面目没须保留完好 当地百姓的传说 当然不是历史的真相 要解开这个谜团还要依靠科学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相对A洞来说 B洞保存的遗骨更完整一些 B洞位于A洞下方竖直20米处 这里曾是一处废弃的矿井 在B洞内 遗骨的分布出现了明显的人为摆放的痕迹 这与A洞中遗骨凌乱无序的分布有很大差异 B洞遗骨整齐摆放的状态说明 这里仅仅是处理矿工尸骨的场所 并不是矿工们死亡的第一现场 在位于江苏南京的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遗骨埋葬地现场 死者遗骨也呈现出与B洞相似的层层叠压 整齐马放的状态 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 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年龄跨度较大 而大同南沟AB两洞内的遗骸 几乎全部是正直壮年的男性 而且B洞的人为保存痕迹表明 死者很可能是在死亡后 遗体被搬运到此处 并被整齐摆放起来的 根据遗骨保存状况的差异 可以看出 AB两洞死者的死亡时间并不一致 并非是一次性集中屠杀所形成的万人坑 B洞坡度较抖 洞尾部与A洞相连 想要修理和维护B洞的尾部 必须从遗骨上穿行过去 此外 B洞深处随时有塌方的危险 种种原因阻碍了专家 深入洞内展开工作 B洞的保存状况 也因此岌岌可畏 反正这个下洞那个渗水就是 两帮的墙壁 它一到下雨就往出渗水 下洞60年代 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下洞的尸体 打了一个通风口 前几年由于这个地质的变化 把这个小这个通风口 塌方堵死了 现在我们正在维修中 王军馆长想通过这次对遗骨的清理和修复 和专家进行商议 提出AB两洞修缮的方案 等修缮完成之后 再进一步深入壁动 其实在大同境内 类似南沟这种集中堆放 隐蔽掩埋尸骸的地方 并非一处 不久前 大同新州窑矿煤矿科 一位名叫李继生的老矿工 他在新州窑杨树湾山谷中 郊游的时候 发现了一些散落着的人类遗骨 这个发现跟南沟万人坑 是否有着某种关联 其实早在1967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在梅浴口南沟万人坑AB两洞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 在新州窑矿阳树湾也找到了一处死人沟 最后工作人员赶往那里 在一块400平方米的沙地上进行发掘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仅在百米建方的范围内就有一股几百巨之多 而在离地面不到一米深的地方堆积起来的遗骸 甚至达到五六层 后来人们把这处发掘现场 称为新州窑矿阳树湾露天万人坑 由于受到当时保护条件的限制 在工作人员发掘完之后 露天万人坑很快被二次回天 经过五十多年的自然地质变化 以及人工的开山洞土 阳树湾的露天万人坑的确切位置 早已不得而知 难以确定 大同万人坑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也曾多次试图寻找这个露天万人坑的位置 均无功而返 这次李济生发现遗骨险路的地方 是否就是阳树湾露天万人坑所在的位置 这次李济生发现遗骨灭湾露天万人坑所在的 你们说是在这一块儿园来 是在这这的地方 因为我是土手土爪的 小丑 对对对 大概就这个位置 咱们找一次 在这 对对对 新洲窑矿是位于大同市西南边的一座矿山 侵华日军占领大同之前属于山西省地方政府馆下 就称宝禁矿物分公司 新洲窑矿的产量高 煤质优良 是大同最早开采的煤矿之一 王军馆长来到老矿工李济生所说的白骨裸露的山坡脚下 夏天的时候就在靠前面这段 就是阳树湾整个阳树湾一道沟 这旁边包括我们脚底下待的地方 经常经过雨水 有冲出的白骨或者人的窟窿 这一套 经过李济生的指认 王馆长和考察队在垂直剖面的山脚下 找到了两根裸露的白骨 王军确定这一定是人类的骨骼 很有可能是人体的肋骨 这就印证了1967年5月 他们中科院视觉 就是任学一地 说明不是一个地方 这个阳树湾的门造矿工的地方 很多通过这个地方 印证了当年 这个阳树湾不止一个地方 很多个 他们准备把遗骨带回纪念馆 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而遗骨所在位置的地形 引起了王馆长的注意 这片垂直铺面的山坡上方 有一片异常平整的杂草地 这片杂草地面积 大约有300多平方米 较之周围的地形 有明显的凹陷 与上个世纪60年代 发掘遗骨的 400多平方米山谷沙地相似 这很可能是王军多次 没有找到的万人坑所在地 但是 上世纪60年代 工作人员记载的发掘地点 曾出现几层遗骨 错落堆放的情况 今天的调查工作中 在这里并没有发现 类似的印象 很快 李继生在山脚下 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次他发现的是一根 完整的人类腿骨 因为以骨几乎全部埋藏在碎石之下 因此保存的相对完好 通过对骨骼的观察 王军初步判断 这块骨骼属于一名成年人 在发现腿骨位置不远的碎石密布之处 李继生又发现了一小块碎骨 碎骨裸露在外 经过长期的日晒雨林已经完全风化 但是他们在碎骨旁边 发现了一块完整的人类盆骨遗骨 拿刷子来 哎呀 这不是 来 是不是 骨盆没问题 你看是不是 合起来 这一块 这另一块 经过测量 这根大腿骨长度为45厘米 发现碎骨的位置 距离大腿骨约258厘米 距离盆骨发现的位置 约40厘米 由于三块遗骨所在位置之间间隙较大 王军认为 发现地点并不是他们最初所在的位置 那么这些遗骨究竟从何而来呢 就是 从发掘现场看 三块遗骨之间相隔了较大距离 呈散乱的状态 但是没有人为埋葬遗骨的痕迹 在发现遗骨位置的前方 有一条干涸的小河道 河道上方所处的位置 就是王军和李继生最初推测的 露天万人坑所在的位置 加之此处散落遗骨上覆盖了较厚的基岩 这与河道上的碎石基岩在形态上很一致 根据种种迹象 王军判断 一股由上冲刷而下的可能性比较大 相对比较好 没让可能性不太大 王军认为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 额骨所的工作人员所发掘的 只是其中一处的一股堆积地点 在新州瑶的周边 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不为人们所知的万人坑 这个地方就是杨树湾 叫杨树湾 是日本切在大同一矿期间 死亡矿工就没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好多坑 六七年他们挖掘只是一个坑 热血里一地坑 其实咱们通过刚才发现的遗留下的骨头 死亡矿工的骨头可以证明 这个地方是面积很大的 在李继生的带领下 摄制组在临近杨树湾的一面山坡下 找到了一处当年大同煤矿工人生活的旧址 现在我脚底下站这个地方 就是原来叫安乐庄 为什么叫安乐庄呢 就是日本人当时清淡大同煤矿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建有旁边有几间房子 卸兵驻扎 就维护矿区的安全自安了 各方面预防矿工逃跑 第二个职能就是 它旁边有鸦片馆 还有其他游乐的场所 从而达到盘剥工人的血汗权 在我的右边 这块是安乐庄的另一个原来大院 后来经过解放以后 那个大院坍塌了以后 居民小房子以后盖了以后 面貌整个改变了 它的性能就是跟这个大院是一体的 只不过是那个 它是分开了 而在山坡的西南面 正是当时保镜矿物局开矿井所在地 咱们正前方大约300米 那个转动那个井架 就是现在我们煤矿的主题声 早在1918年保镜公司建立时候 它就开始建立一对矿井 清华战争的开始 同时对兴州窑矿 进行了10月份 对兴州窑派驻人员 早在将近30年前 这座矿井全部拆除了 这边的窑洞 当时日本人借起来的时候 是专攻服务于日本人的谢兵 或者是他的工作人员居住 剩下蒙撇招来的矿工 就住在我眼前这片大开阔地 从这坨到这坨两坨 安乐庄遗址遥动 大同煤矿矿井 大房子遗址 新州窑矿的遗迹设施 都与侵华日军开采中国煤矿 有着关联 今天人们根据资料得知 从1937年到1945年间 新州窑矿死亡的煤矿工人 达到7000多人 大部分为非正常死亡 大同煤玉口的AB两洞 以及新州窑矿井附近 不断被发现的人类遗骸 应该就属于那7000多名亡灵的一部分 除此之外 在煤玉口以及新州窑所分布的大量遗骨 呈现出有计划的批量处理和仓促掩埋的特点 在战争年代 煤矿工人是有价值的劳动力 即使遇到伤病 也理应得到及时救助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规模的死亡 在大同境内 有一条名为全峰铁路的交通线 它东起口泉沟 西至张家湾 是大同八大煤矿 向外界输出煤炭的重要通道 如今 多数路段已经废弃 与铁路线相平行的公路 取而代之 成为运煤的主干线 尽管如此 全峰铁路的地基 仍然保留了下来 沿着这条曾经的铁路线 或许能找到解开万人坑遗骨的死亡之谜 上个世纪早期 在山西的铁路建设过程中 郑泰和铜普两条铁路干线 采用了法国人的建议 修建成宽为一米的窄轨 而此时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铁轨 宽度为1.435米 当时 主持山西政务的阎西山认为 一旦爆发战乱 山西的铁路要道 与外界的联系 很容易被切断 使山西成为一个战略上的孤岛 达到近可攻 退可守的目的 抗战爆发后 日军很快侵占了山西大部 侵略者立即开始拓宽原来的窄轨 以便山西与其他地区的铁路轨道对近 从而 将山西的煤矿资源源源不断输出到华北 东北乃至日本本土 成为侵略战争机器 高速运转的资源动力 改成宽轨以后便于用处方便 用处方便便于为外边截轨 主要是加大了用处能力 因为大头煤矿计划 它计划是大规模的开采 所以首先要解决用处能力 给出宽轨以后大大增加了用处能力 这一套锅啊 几个煤矿 完全就是用这个 凭借这个铁路来用处门台 为了进一步地掠夺山西大同的矿产资源 1938年6月 在全峰铁路的沿线 日本侵略者修建了这座 永定庄矿岩岭火力发电厂 他这个位置呢 就是当年呢 是大头炭矿的柱子 就设在了永远状况 就这个现在的永远状况 大于这个位置啊 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经过这么多年 这个地方呢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它这个原来的大头炭矿的 就是会是旧址啊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上面有个碉堡 有个办公区 有个大院 就是这个位置 侵华日军在碉堡溪约两公里 还修建了黑火药制作所 在火药厂的烟囱上 至今还保留着子弹射击留下的痕迹 说明这里曾经打过一场焦灼的战争 大头煤矿环厂是39年日本人在咱们这儿为掠夺煤炭建的这个火药厂 撤退的时候呢 他在咱们这个这个烟通上打了一炮 但是没打到 这个打的弹痕嘛 估计是最近咱们这个架子或者干什么挡着看不清晰了 以前看那个弹痕还比较清楚 在大同市境内 还保留有日军侵华期间修建的一家医院 一块名牌上标明 医院建成于1938年 这些遗迹说明 万人坑中的遗骨数量如此之多 跟清华日军长久盘踞大统 疯狂掠夺煤炭资源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在山西省万人坑分布测绘图中 这样的万人坑除了新州阳树湾和梅玉口 还有鲜为人知的十几处 如台山 永定庄的大南湾 瓦扎沟 麻地沟 同家粮的黄草袜 油厂沟 碳料沟 四老沟的城隍庙 三井沟 东窑沟 西窑沟 白洞的石人湾 小电窑等等 而这些仅仅是被发现的遗址 即便如此 它们所构成的万人坑体系 已经令人触目惊心 今天 随着人们对大同万人坑的深入研究 埋藏在岁月深处的真相 逐渐变得清晰 当年 新华日军在山西地区 大肆掠夺矿产资源 杀害大批无辜矿工的血泪历史 残酷而真实地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些矿工从何而来 它们又经受了怎样的折磨和苦难 随着调查工作的持续进行 答案即将被一一揭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